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台iPhone XR iPhone XR的一个斑板的视频 之前我发的那些做CPU的很多小白同行 就刚入行的那种同行想看那种 焊盘除胶的视频 然后这个XR呢 是一个塞的比较严重的 需要斑板的机器 又被别人修过的 所以说这个视频就发一个XR这个A12XR的斑板的视频 然后因为这个ID板我这边没有了 在路上定 然后这个机就是先把套件拆下来 顺便就发一个怎么去斑板 怎么去拆CPU和焊盘除胶 因为CPU除胶已经发过了 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先把焊盘四边的胶 黑胶清理掉 因为这个这个是套件板嘛 就是要斑的那个板 所以说就除胶的时候就没必要去那么小心翼翼的了 直接怼他就好了 但是不能不除胶 然后 后面就是 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 A12的机型 它的逻辑码片是加密的 你可以读到另一个板子上的逻辑码片里 但是刷机还是会暴坐久的 他必须要原机的逻辑码片才能刷机刷得过 就不会暴坐久 所以说你们办这个逻辑码片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这个XR的逻辑码片是封胶的 然后把CPU的边胶已经清理掉了 现在就清理这个硬盘的硬盘的边胶清理完以后就是 去处理鸡带上的那个四边的那个边胶 因为XR这个机型 以后的命运应该跟iPhone SE一样 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XR的故障率也是很低的 只要你们不去 去摔的太严重啊 或者是去下水洗啊 然后他一般是没有什么故障的 然后这个 现在硬盘弄完之后就开始去把鸡带的边上的胶处处理一下 因为XSXS Max还有XR 包括今年的11和11Polo 还有11Polo Max 他们都是英特尔的鸡带 所以他长得跟高通的就不一样 然后处理好边胶以后 现在开始踩CPU 就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应该对那些刚入行的人有点帮助吧 然后就是861不要风嘴 然后340 风速45 然后就去加热它一会加热它一会以后 加一点焊油进去 然后你吹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看焊油它已经被CPU下面的焊盘吸进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下刀去去去去把CPU撬下来了 这里说的撬呢 不是说你让你真的去撬它 就是你刀从四个边 从这个边这个边升进去的时候 要轻轻轻轻的从上往下慢慢滑下来 但不能不能滑太深了 就是有一个 里面有那个玻璃晶体啊 就说你稍微的要 就不能超过玻璃晶体那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然后你轻轻的滑 这个刀要平着一点滑滑下来 这个刀片要薄 不然的话你CPU撬下来可能会变形的 然后四边开关以后 直接就一抬它就起来了 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温度啊 还有手术 然后这个剩下的就是CPU拆完 就开始拆硬盘和机带 这个硬盘呢 拆起来就这个 从擦开始吧 它还擦8p 它们开始 它们的硬盘好像都是110个点的那种 就说你拆的时候要注意温度要均匀 不然的话 如果你按照6s啊 6sp这种方法拆的话 它可能会掉点的 因为它的脚 这个和这个硬盘的脚比较多 然后剩下就是机带了 机带的时候拆的时候 因为都是套件板嘛 拆的时候你就从旁边把电容调掉 如果是id板你手拆的话 也是把电容调掉好下道的地方 伸进去 然后温度到了 加点还有一台就起来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cpu拆的就非常漂亮 没有变形 然后每个点都是在上面的 也不会掉点 然后这个就是英特尔的一个 你们说他信号不好信号不好的机带 其实信号不好跟英特尔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那些有些人在以额传额 信号不好是因为它那个4×4memo的天线问题 你们可以去逼 你们可以在b站看那个爱否 爱否有一个关于说这个信号问题的 然后现在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焊盘除胶 焊盘如何除胶 焊盘除胶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比如你现在你把cpu拆下来以后 它现在的锡是原厂的那种温度比较高的锡 你就你可以加点焊油先 如果如果它不下面的锡不是很多的话 就不那种很多的话 你就可以加点加点加点那个松香或者焊油 然后用用这个烙铁去拖一下加烫吸吸线 拖一下它 如果它下面的胶很多很硬的话 你拖起来不是很方便的话 你就用一点中温锡呀 或者是低温锡 最好是138的低温锡 过它一遍 然后它它原厂的那个锡的就会被这个 低温锡或者中温锡给中和了一下 你再用去再用这个 吸吸线去拖一遍焊盘的话 它就会比较好拖一些 如果这个是个id板 你等一下用的板底的话 你拖的时候呢 你的 吸吸线要距离边上的电容和电阻要有一点距离啊 因为我现在这个是一个 刚刚拆下的拆下cpu的一个废板 我就是 就因为id板没到 就发一个它除胶视频都一样的 除胶的方法都一样的 你可以像我这样直接拖一遍 然后去铲 这样铲的话也是比较快的 但是 我还是建议你先拖一遍再铲 如果直接铲的话 有些它能有些 你温度太高了 背面可能会爆电源 你温度太低了 可能会把焊盘的底角给铲坏了 还有就是你们用吸吸线拖的时候 对边上的电容和电阻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你可能碰到它以后 那个电容和电阻掉了 有的时候你不想 你没注意看到这种 啊 很小的电容啊 或者电阻啊 掉了的话 你可能 可能怎么说呢 可能看不到 有的时候看不到 然后再把cpu装上去 发现有别的问题 再去补的话 就比较不好补 所以说处理好这个四个边的 胶 然后还要处理好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要注意四边的电容和电阻 因为这些电容啊 要不就是 iPhonec上的那个上拉 要不就是那些 外挂的一些芯片的一个上拉 或者是一些 总线上的一个像pcie啊 它的偶合电容 就会在边上 我之前我有个人加我微信 他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个电容啊 掉了不补可不可以 然后他师傅跟他说 只要主板上是c开头的 就是电容嘛 就可以不用补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是偶合 他也不知道啥叫偶合 去偶电路他就不懂了 就是说 这个边上是有偶合电容的 然后你把这个大概的胶已经清理完了以后 你要把四边那个胶吧 反正我一般都是给他弄得很干净 我看起来很舒服的样子 我再会去把cpu装上 因为焊盘处理的好坏 它会影响到你装cpu 还有你的稳定性 就说你要把它 把四边处理干净以后 确定了这个焊盘是真的干净了 然后这个它是ok的一个标准的焊盘 如果你要是马马虎虎的做的话 它有的时候可能 有一个很小的焦 可惜你可能是你没有做仔细看它 然后它你把cpu装上去以后 它就会顶起来 顶起来那个位置 可能你现在用的是好的 但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会出问题 反正修手机呢 就是 第一点就是思路嘛 然后第二个是手工 第三个是理论 第四个就是 细节的 特别是做cpu的 就是 要注意细节了 像这个基带的 胶呢 也是这样做的 像从 从a11开始啊 a10开始就就开始 它的那些封胶的芯片的下面的底角的胶的话 就比那种六代要好很多 像六代就是非常麻烦的 也胶非常硬 像6s也是的 从a10开始 它下面的胶就不会那么那么硬了 有些人自己在练的话 你自己的练习的话 我建议你是从a9开始练 我看到很多培训机构啊 收几万块钱 一万多块钱 接近2万块钱的样子 给学员用a8的练手 靠 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 他用都用在用的是a8 现在都 都马上2020年了 孩子给人家用a8 这就是有点过分了 老铁 各位老铁真的有点过分了 我建议你们是用a9开始 a8只是打底的 然后就是这个硬盘除胶呢 也就是 其实很简单来的 就是你要注意 就我这个 除这个硬盘下面的胶的时候呢 因为 我就很随意的在铲嘛 就 就就就很随意的铲 结果刀可能有一点 不齐 然后就把焊盘给刮伤了 但是这个不影响的 这个装的时候 你只要打点绿油就好了 其实这个不影响的 当你们就如果这个是id版你要用的话 你最好是不要像我这样 懒懒散散的去做它 因为我觉得硬盘还有这个鸡蛋这些胶 你们应该都会的 这个焊盘上面的那个 有些地方已经 那个表层已经爆开了 那都不是我干的用 是上一家 拆平米罩的时候 硬怼的 把焊盘都把那个 ptb的表层都怼坏了 哦 还有一个就是除胶啊 就 芯片在上面你们除胶的时候呢 就是不可以划的很深啊 除非这个是个id版 你划很深就无所谓了啊 不是 这个是个套件吧 如果你划很深就无所谓了啊 那个板要搬的 如果是一个id版 你划的或者是这个板 你修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下面 带脚 你除胶的时候就要薄一点 不能太深了 如果太深的话 会刮到这个pcb 它 有些有些有些脚位 它就走在表层上的那个线 你划的很深的话 他就可能会把那个线刮成隐性断线 可能你看到他 然后如果你真的刮到他 我建议你是加条非条线过去加固他一下 我今天修了一台8p 就是本来那个人要到我店里来的 然后被另外一个头行截胡了 然后修完wifi之后 它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然后他又去换一个又不行了 都是因为他那个除胶除的太深了 说太深了 然后 连续返修好几次他能都没搞定他 他也没仔细看 然后拿过来我飞条线过去就好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那些刚入行的人 然后还有一些刚入行的人 你们加到我微信 不要跟我诉苦 你被别人骗了 或者是你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 我有的时候没时间回复你们的 我不喜欢跟人家啰嗦一些东西 我没有义无教你知道吗 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们 有帮助吧